花岗国中一连三个星期举办了文化走读课程 把青年级分三个题词 从影片导读开始 然后前往花岗山、松原别馆等地方 从湾山的高中记忆 透过手机进行行动解谜 期盼将学习从课本延伸到生活 让学生们深入了解自己的家乡 孩子们终有离开家乡的那一天 希望在他们还没离开家乡之前 先建立对家乡的认识 花岗市花岗国中将文化走读课程 特别结合行动解谜 学生要进入一名湾山的高中记忆 重现他与初恋情人的足迹 花岗其实虽然住在这边 但是不知道其实还有很多 就是以前的历史的一些建筑物之类的东西 就是你可能在代办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也会知道这些 然后就是了解更多花岗的历史 然后就更了解花岗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透过分组的方式 然后去学习去解谜 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去学习到各个景点的历史 一些历史的内容或一些文物 那我们也可以更了解身边的环境 它在日治时期或更早以前的历史当中 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藉由对在地文化的理解 强化在地认同 学生必须团队合作 也考验他们对在地历史的认识 主题就是叫回篮追忆 我们设计是以一个湾生的初恋故事 篡起整个故事 篡起整个我们整个路线 让学生从我们的花岗国中 开始沿路 循着这些日治时期的建筑 去重温一下这个湾生的初恋故事这样子 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呢 就是沿路设计 我用了LINE的行动解谜 让学生一边走一边找答案 然后呢得出答案之后 他才知道他往下一个点往哪边去 中间点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松原别馆 我在松原别馆这个地方呢 同时设计了情境式的解谜活动 让同学呢去闯关 去找松原的一些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像那个余光中诗人的手稿 写了什么句子 让学生去找出他的这个手机 然后呢输入答案 带学生走出校园进入社区 花岗国中校长李安明表示 学校希望将学习领域应用于生活前进 并且在活动结束后 学生除了了解华联的历史外 更能建立爱乡情怀 接着长方言华联士报导 来点赞 由于 设计 设计